这个还是恢复到那个执法 5个变针 一个短针这样的执法 执三行 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反正一开头 每一行的开头都是 三变支针 然后再五变支针 四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然后短针 好 你看这个 这边这个已经执好的 这个半片 已经执好的这个半片 就是织了三行 这个短针连接的 然后一行长针连接的 再三行短针连接的 再到这个第二次 一行长针连接的这个地方 打头我们就要收针了 要收一针 要收一个洞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 织了一次 织了一次 织了一次三行 三行的 这个短针连接的 再织了一次 一行长针连接的 又织了这三行短针连接的 织完了 就该织那个长针连接的 就是叫收一针了 收一个洞 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第四次 第四次的变化 我们就是 第四次的变化就是 要收针 要减一针 减一针 然后呢 再织五个锁针 加上一个长针 这样的顺序 然后织个 减了一针就剩十七个了吗 十六个了吗 对吧 我是按我的这个体格值的 你个子小的 你就可以 开始画片就值少一点 那你就没有十七个 你就按你自己的 反正对半分 四分之一这样的 整个衣服 有多少个洞 然后除以四分之一 乘以四分之一 就是你的左前片和右前片 然后这样的 来个一行 就按这个规律值 我是按着我的体型值的 我喜欢穿肥的 还是 起三针 二 三 然后五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怎么去收这一针呢 一打一开始 我们就要把它收掉 翻过来以后 也就相当于 这就是八个变针 怎么去收掉 这打头的一针呢 按刚才的那个规律 我们是不是应该 知道这个洞里 现在 为了 少一针 我们这个洞跳过 不止 只下面一个洞就行了 这样就少了一个洞 少了一针 直接到这个地方来 织长针 到这个地方来织长针 你看 它就斜度就出来了 它慢慢的斜度就出来了 它就会成这样的 是不是 领子就出来了 胸口那个 地方 就出来了 收几次 它就出来了 然后又是五个 一二三四五 五个变针 然后长针 下一个洞 二三四 长针 就这样把这一排置完 好 这一排的结尾处 我们勾一个长针就结束了 这不能减针 好 再转过来 又反复那个规律 又到那个规律 三行 短针 五变子针和短针 三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变子针起立 五个变子针 就是八个 是吧 八个变子针 第一个动支 一二三四五 全是短针 要指三好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就是要收针 每次收针收一次 那都是在胸口收 好 到这一排 三行我们又织完了 三行短针的 我们又开始剪针 该织长针的一行 还是一样的 三针起立 变子针起立 然后一二三四五 然后跳过第一个大洞 至第二个大洞 来一个针 长针 好了 就可以了 这就又剪了一针 那第五次的 我们就是这种织法 第五次的织法 就是 刚才没写 这写了 第四次 我们第四次 就是剪一针 选几次了 一二 剪了两次了 该第三次了 反正就是这样循环 就这样循环 又开始剪针了 剪了一针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然后你看我们已经吃了 一个一次大洞 两次大洞 三次大洞 每次大洞就是剪一针 我们一共要吃六次大洞 我们就可以直接往上 支支那个领着脖子那里 然后我们的那个什么 它那个循环方式就是 三排短针的变质针 加一排大洞 就是长针的变质针 然后再来三排短针的 再来一排长针的 再来三排短针的 再来一排长针的 这样循环往复 要吃六个大洞 吃六次大洞 剪六次就行了 所以我看几行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是六行大洞 第一行是没有收的 所以我们只有五行收了针 也就是说我们收了五次针 五次针 我总共这一片 这半片有十七针 十七减五 还剩十二 十二个洞就是对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 这就是十二 我还最后一排没支 然后它唯一不同的 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次收针 都是在胸口这里 胸口这个位置收的 在胸口这个位置收的 然后 锈笼这里都是直线的 都是直的是不收的 唯一不同的 我们知道最后一次 第六次大洞的时候 第六次减针的时候呢 直完了以后 我们本身是支三行带短针 五个便支针 一个短针这种 每次都是这样的 然后再是五个便支 一个长针 是吧 减针 但是到第六次 减完针以后 大洞以后 我们是直六排 五个便支针 短针 最后一次 就最后一次不一样 这是脖子的部分 然后 我现在是支了五排了 这是第六排 支完了就收针就可以了 这是最后一排的最后一针 一 二 三 四 五 最后一针 短针连接结束了 结束的时候都是短针 好了 我们最后一个是 这是一排大洞 然后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支了六行 短针的 结束了 短针结束以后 我们这个前片应该是十二个洞 以我这个体型 我支的比较肥一些 我是十二个洞 我是十七 十七个洞 减去五个 五针 然后我还剩十二个洞 反正这个具体的呢 根据自己的体型来支多大 那今天的这个前片 怎么支法 我就教大家就支完了 明天教大家下一个视频 明天的视频 我就教大家支后片 然后再缝合的部分 好吧 基本上前片就是这样的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我支的很肥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休闲的嘛 我喜欢穿肥一点的 前片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胸口 你看 成微之形 它就出来了 把后片一支 我们一缝合 就好了 然后穿的身上 肯定还有个垂性 是吧 还有个垂性 这是下摆 这就是下摆的位置 我桌子都没这么宽 好 这就是个下摆 看到没 大家看一下 明天视频 我们就教大家支后片 然后怎么缝合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支完了以后 到时候一缝合 这个尖还会垮下来 尖会是这样的 然后再做一个小边 会是斜下来的 然后是一个比较肥的一个马甲 肩到时候会穿着以后 会这样垮下来 这样的 然后这个 这是领口的部分 这是领口的部分 到时候我们整个的 再用线再抱一全边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喵姐的点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转发留言 你的鼓励就是我的动力 那明天视频见 爱你么么哒 拜拜 谢谢大家 我本来加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